1644年3月 闯贼李自成攻陷北京城 我在景山的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 打明277年江山败在了我的手上 我以为只要勤勉治国 就能忠兴明朝 但我想的未免太天真了 西北饥荒逼出了李自成 江淮大汉 搞得实事九宫 千里无鸡鸣 辽东游满洲的皇太极 频繁南下滋扰 我在紫禁城的位子 坐得一点都不安稳 为了对付闯贼和皇太极 我在常规税收外 对农民加征聊想 搅想和练想 结果又促成农民加入闯贼 适得其反 关键时刻 我偏偏刚愎自用 信不过任何人 这种性格导致我 错杀毛文龙和袁成焕 大臣们害怕我的偏执 都不说实话 也无人愿意承担责任 就这样 我错过了和满洲议和的机会 也错过了南迁的最后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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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发 cast愁较不拍摄